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聊一下真正的中国 这期咱们继续聊聊西米华的话题 亚洲赌王这次是掉坑里了 中国一句老话 叫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邪的 这两天一则新闻引爆了网络 一个叫西米华的亚洲赌王被抓了 首先大家应该和我 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感觉相似 觉得很纳闷 谁会叫这种名字呢 其实他本名不是这个 这是外号 洗米就是洗钱的意思 这么一说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人是干啥的了 同时也因为一部电影里面一个角色 也叫这个名字 他和那个角色长得还有点像 如是就叫上了 1974年周超华出生于澳门 祖籍是广东赵庆 他出生的时候 这刚好是台风纪 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这个风起于 云涌的一生 虽然周家 自从周超华爷爷那一辈移居澳门 奈何他的爷爷 和父亲都没有在澳门混着个名堂 一家人艰难度日 家中环境也一般 长大之后啊 周超华一心 出人涂地 混着一个名堂来 但是想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 在那个时候啊 年轻人若想进那个澳门一些大的机构啊 必定要有两个葡萄牙人 愿意以自己的资产出面 进行担保 即便如此 中国人也只能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 高级职位只会是葡萄牙人的 所以这个周超华呀 未有另寻出路 他呢来到一家赌场 做起了蝶马仔 所谓的蝶马 指的是赌场贵宾厅的台子 顾名思义啊 这些人就专门 服务客人 在澳门啊 赌场分为贵宾厅和普通厅 贵宾厅的营业额占全部的50% 利润占全部的70% 也就是说啊 普通人进入赌场 看到那球场一样大 占满人的这个大厅 无数人疯狂的玩老虎鸡呀 21点 百家乐啥的 其实他们是赌场的气氛组 澳门赌场 我还做过贡献 有一年大概是国庆节 我和朋友从珠海 去了澳门 再从澳门坐船到香港 在澳门赌场 普京大酒店还是什么 新普京大酒店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啊 我们两个人每个人换了500块钱筹码 体验了一把赌客的感觉 基本上每个项目都体验了一下 输完了就走人 但是感觉大体没什么人 不过是金币辉煌 感觉摄像头比人多 很多拍桌前都没有人玩 我看见二楼似乎有那个贵宾厅 VIP什么的 不过我也没进去啊 甚为遗憾 对整个赌场来说啊 大头在贵宾厅里面 一把牌的输赌 可能比整个大厅还大 而赌场有两种人嘛 一种叫前客 一种叫跌马仔 两种都懒客 但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比如前客啊 主要从外面 甚至从国外 拉客人 这个也要分369等 低级的就带在机场 车站 甚至大街上拉客人 澳门一共有几十家赌场 把客人带去了就有提成 客人赌钱也有分成 高级的就专门服务 贵宾厅的客人 很多都有自己固定的客员 前客们联系客人 接机招待 安排时速 换钱算账 帮客人 照应老婆孩子 宠物 甚至 按照客人开的单子 过海去香港代购 这些都在他们的工作范围 保证客人安稳的坐上堵桌 高兴而来 满意而归 开心离开澳门 就算他们完成任务 客人们满意了 下次来澳门 还找上一次的钱客 他们的收入就稳定了 关于钱客 以前外媒还报道过 澳大利亚警方 盯上一个钱客 跟踪钱客 而查到了一架私人飞机 把私人飞机上的人 都进行了搜查 虽然没有搜出什么 但是也闹得动静不小 或许跟本次周超华被捕 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懂的人自然懂 我就不能多说了 另一种是蝶妈仔 所谓的蝶妈仔 就是帮赌场拉客人 除了拉客 也会帮赌场追债 或者放高利贷 算是赌场的这个中介人 在澳门赌场 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 但是论其地位呢 就不值得一提了 这样的小饺子自然无法 成就这个周超华心中的霸业 他开始想方设法 万上爬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他发现一般的赌客 找蝶妈仔 借钱的话 假使 赌客借一万块钱 蝶妈仔往往会扣下 2000块钱作为利息 江湖人称 砍头锡吗 这样赌客拿走的时间 只有8000块钱 如是周超华 临机一动 他干脆将 1万块钱全部借给赌客 但是他会跟这赌客一起 将这1万块钱换成筹码 赌客每次 下注 他从中抽10%的佣金 赌客下注1000块 周超华就拿走100块 能上赌桌的钱 便多了 赌客自然就愿意找周超华借款 一时间 周超华的生意 就是客自云来 见周超华用这种方法引来了更多人借款 其他爹妈仔 也有样学样 渐渐的 由周超华发明的这种借贷方式 在赌场里流行起来 在这之外 很多和赌场还对赌 也就是说赌客人的输赢 客人输钱 爹妈仔可以按比例 从赌场拿分成 客人万一赢了 爹妈仔按比例 给赌场 不损失 就算 爹妈仔和赌场做个保险 不过所谓的十赌九输嘛 大多数人都是赌场 给爹妈仔钱 总之一句话 这些人目的就是找到客员 然后把客人拉来赌 赌得越大越好 输得越惨越好 输了 还从他们那里借高利贷 然后输关了 还能还上 最后下次手痒了还要来 从没听说过有人从赌场 发家支付的 为什么还有这么的好客呢 我前一期视频就说了 无外乎 一是寻求刺激 一致千金的感觉 二是显示身份 增贵嘛 三是交际的需要 试做一种社交 共同特征啊 就是钱来得太容易 不是报复就是贪官 而澳门所有的博彩收入 有70%是经过爹妈仔们手了 这些钱里面40% 进了爹妈仔的口袋 40%归澳门特别行政区 20%归赌场 西米华1997年时入行 一开始 没资格进贵宾厅 就在外面大厅里放账 所谓的金子到哪里都会放光 更关键的是 他给赌场拉客的 时间长了 慢慢结识的人越来越多 一个个来头越来越大 通过这些人关系 他牵线搭桥混脸熟 能搞定的事越来越多 毕竟有钱的可能需要你抬师 大款可能需要摆平赫射会 大款们自己又不认识这类人 可是天天拉皮条的 三角九六都认识啊 如是一来二去 富豪们经常找他办事 大佬的能量 就投射到他身上 有点像之前的那个江西的那个王林 链接的本身就是财富 就这样啊 西米华实力越来越强 到最后竟然跟赌王的四一泰联系上了 赌王一度考虑让这个四一泰 接管生意 遭到了大家的集体反对 后来没有成功 不过帮上四一泰的西米华 成为了代理 从四一泰那里承包了不少生意 不过他真正的上位啊 并不是像老赌王那样持牌开赌场 也就是那种拿着政府发的牌照 开赌场的模式 正规有资质的赌场其实很无趣 一个个把拉斯维加斯作为自己山寨的目标 圈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大大的起一栋楼或者几栋大楼 里面按照单地风格修得富丽堂皇的 标配是大喷泉和缓下人眼的这个金色大厅 从饺子机老虎机到排酒到制骰子 还有梭哈什么德州扑克 里面人标配是戴着耳机 黑西服保安 兔女兰打扮的招待 但是这种赌场却一个大问题 他整体置如监管之下 我前面说的亲身体会啊 就是摄像头比游客多 导致很多大佬啊 想去不敢去 但是他们确实希望赌博 怎么办呢 有需求必要供给吗 而且能供给政府禁止的业务 会得到巨额收益吗 新米华的办法就是把业务搬到东南亚 比如菲律宾 菲律宾对于网络赌博几乎是放任了 现在网上几乎 一半的那种专门坑中国人的这种 线上博彩啊 都在菲律宾 上下游 有上百万人以此谋生 目标客户基本上都是中国人 手段就是各种方法骗人进来 然后用技术手段让你输的裤子都不剩 而且菲律宾的网络博彩 已经是世界第一 西米华想出来的业务 就是在菲律宾搭设服务器 然后主要供中国网人家玩 对于小鱼小家那就杀猪盘嘛 对于大富豪呢 那就搞VIP做局 抽油头 当然了 如果只是这点业务 西米华不会有现在的知名度的 他的业务非常广 而且一直没丢下自己 当初做跌马仔时候的老本行 也就是给上层人士解决复杂问题 这才是核心竞争力啊 比如你 你是个有钱人 你想去海外赌 但是我国有外货管制啊 并不能把钱随便转到海外去啊 是不是需要有人帮忙 比如你是个富豪 去菲律宾 赌博太嗨 高兴至于干了一些不能为外人道的事 需要清理痕迹 是不是需要专业人士啊 再或者有人在海外赌博 赚了大钱 怎么转到国内呢 钱到了国内肯定会被盯上 弄不好还会 要去质询钱从哪来的 这时候啊就需要把钱洗干净 然后放到你手里 比如你拿自己的一百万 投资了一部电影 电影大卖票房非常高 你赚了一千万 这一千万就是干净的 别人问起来你也不慌 其实这些票房啊 就是用你在海外赌博的钱做的 不管怎么样吧 钱反正干净了 把钱从国内弄到国外 我们叫 地下钱庄 把钱从国外弄到国内洗干净 我们叫洗钱 这个哥们肯定都没少干 不仅干这些啊 既然搞地下钱庄 自然要设计抵押业务 比如你想去赌 他没有现金 名下有两套豪宅 那就可以把豪宅 弄到西米华那里 抵押了 拿到钱之后出去赌 更关键的是啊 这些事 社主都不差钱 所以干这些事自然是收益大的离谱啊 很快的啊 西米华的势力 跟滚血球似的越滚越大 并且为人高调 身边的女明星不断 不仅如此 西米华就跟搞传销一样 在中国国内搞了一堆代理 到处发展会员 有时候组织本地线下赌博 有时候搞网络赌博 有钱的大佬直接弄到海外就赌 关于网络赌博啊 西米华并不是最早做这个业务的 但是却是最早把这个做大的一个 而且整合的力度 也大 比如很多时候网上赌博 技术手段太多 专家可以下手的地方太多了 他是最早搞直播的 也就是不用电脑软件 而是真人核官在赌场桌上真实发牌 边上放一个电视 定在CNN或者是BBC新闻台 你如果不放心 可以自己调到一样的台 看看画面有没有时差 你要是还不放心 要赌现场 他基本上每个大城市都有代理 各种方案你随便选 如果在他那里玩 借钱利息优惠 钱往外走还能给你减免手势费 你如果介绍客户 给你的提成也丰厚 总之 比起传统的赌场 他灵活 比起那些网络赌博 他又最正规 虽然发展很快 西米华得以有超过正规赌场的机会 还是靠了三件事 第一 是国内从2012年开始的反腐 这对于贵宾厅大户为主的澳门博彩 打击非常大 随着力度越来越大 来赌的官员和利益相关方大量减少 澳门边检都有摄像头的 每个人都会被人脸识别 甚至赌场会主动把输得多的人信息 提供给政府 这使得有人花自己的钱不太愿意来澳门了 很多老板以前来赌钱 就是为了借机结交传柜 现在这样也不来了 但是需求还在 西米华通过组织境外赌博满足这方面需求 第二 2014年 因为内地防腐 澳门赌场出了一件很恶劣的事情 有个叫黄山的钱客 依次卷走了100多亿 这人的身份除了钱客 主要是做收钱放数的 就是他利用利息从别人手里收了资金 然后转手在赌场放高利贷 黄山在中间吃利息差 做着空手掏白兰的买卖 黄山钱客做的破坏成功 手里有不少大客户 这些人善意的钱就存在他那里 他的利息给的比别人高 但是因为生意变差 黄山能放出来的钱越来越少 有的欠占的被抓了 直接就成了坏账 慢慢的他的生意发展变成了庞氏骗局 把新来的人的投资给老库户发利息 这买卖崩掉只是迟早的问题 黄山干脆在利息拖垮之前 直接来了个跑路 花了一个多月把战上的钱转出去 然后人没了 当时全澳门都封了 所有赌场几乎都在找他 闪金也出了近三个亿 最大的客户一个人有15亿在黄山那里没有了 整整过了两年多吧 黄山才被人在柬埔寨抓到 然后发现他没有钱 有钱能躲在柬埔寨吗 但是问题是黄山当年能从客户那里拿到钱 不是因为他是个钱客 而是他一直自称是赌产的股东 于是客户就找赌产要钱 赌产说他不是股东 两边就吵起来了 闹得一地鸡毛 黄山这个事情对澳门的博彩打击非常大 以前钱客转款也发生过 但是这次数目太吓人 心智太恶劣 对赌场形象颇为打击 这也导致很多人愿意去玩线上博彩 而去年开始的疫情 对澳门博彩是致命打击 而西米华的网络赌博干的有声有色 因为很多赌徒在家出不来门 出来门也不敢乱跑 所以注册的人数一年翻了快一倍 据说去年赌资过了万亿 按照这个数字 西米华一年获利百亿计 真的是把有牌照的赌产比下去了 也正是干的太大 不可能躲得过公安机关的注意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又纳闷了 西米华干了这么的违法的事 就不能低调点 每隔几天换一次明星女友 生怕大家不知道他 其实做他这种买卖的 就得高调 就得让大家知道 这人一直高调却很安全 然后浮想连篇 觉得是不是背后有什么高人扶持 这才敢把钱交给他 如果很长时间不出现 大家就怀疑他是不是跑路了 其实这点跟恒大的许老板差不多 许老板的恒大越要爆雷 许老板越高调露面 继续慈善捐款 继续上天安门城楼 也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后台 大家不要担心 继续把钱借给恒大 大家看出来了吧 他这个买卖整体陷入了一个悖论 如果不张扬 买卖没法做 但是太张扬 迟早要出事 事实上他的那些破事 早就传到到处都是 很早就有人写文章揭发过他 可能以前证据不足 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不过这种事 白露是迟早的 他又受各方利益 签判 想退出都难 那句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可不是随便说的 江湖让赚的钱 大概率是 不死不休吧 直到将来还给江湖 但是这次为什么是温州公安 办理西米华的案子呢 关键是网络赌博 服务器在哪里 应该不在大陆 也不在澳门 那能不能从外国 拿回服务器 这直接影响着 几十万人的睡眠问题 我们下期节目再介绍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